艷敏老師 陳謙老師 嚴敏如老師 李友誠老師 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胡金倫老師 各位現場的觀眾大家下午好 我想經過了上午好幾個著名的重要的作家的演講 我想大家對於我們這麼多的文壇上的重要的女作家 他的書寫一定會有深刻的感受 那今天下午這個第一場的座談會 主題是第二故鄉書寫 那所謂的第二故鄉書寫當然是 他可能出生在台灣或者是中國或者是馬來西亞 但是最後他寫作的地方可能是在瑞士或者是在荷蘭或者是在美國或者是在台灣 但是他們的出版品可能都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版 非常的有意義 那所以今天這一場我想 非常重要 非常振奮人心 因為他們都選擇了 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 我想這對於大家一直在不斷的討論 所謂的華語系書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那我待會兒會主意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台上有六位非常重要的作家 除了五位女作家還有一位男性作家還有學者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安排 帶來特別的原因 那我們今天就是每一位主講人會安排十分鐘 就是十分鐘的這個時間 然後我們會開放給現場的這個讀者 讓大家台下的跟台上的觀眾都可以互相交流 那我們是不是先給他們台上的六位 這位這些老師們一個掌聲 謝謝 謝謝 那我首先我會先邀請我們第一位 吳林堯 吳老師 吳老師本身是福建 不會 我們旁邊的陳千女士 吳老師本身是福建金門人 他畢業於高雄示範學院的英語系 然後在文化大學畢業後 到美國去現在旅居美國 那他曾經是海外華文女作家第十屆的會長 剛剛跟吳老師聊了一下 很巧他的先生也是來自於美國 這是一個非常我想一個緣分 然後他跟先生跟兒子女兒 目前居住在美國的加州 那他的作品其實非常的豐富 也曾經是美國這個中文倡校書排行榜的 這個作品 曾經也得華文住宿獎 跟第一屆拿破崙結束獎 那吳老師的專長是非常幽默 他剛才我們也聊了 他說他在馬來西亞的演講非常受歡迎 因為他的幽默 他利用身邊的一些小事情 然後來寫出文章 然後讓我們看到生活上的種種的事情 然後可以就是享受這個生活 我想這對於在這麼繁忙 這麼一個複雜的生活裡面 能夠享受到人生的小樂趣 絕對的不簡單 那吳老師他的文章 大部分都以海外中國人的生活感觸為主題 那寫景寫情都非常的引人入勝 那我們今天這個大會 非常榮幸邀請到吳老師 回來台灣 然後再跟這麼多的台灣的讀者 再分享他的這一個 第二故鄉書寫的這個經驗跟感受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海外書寫 我在國外已經四十多年了 我是跟世界日報同時成長的 那一年我就開始寫 我第一篇文章去 他就說 怎麼有人把東西寫得這麼有趣 就給我一個專欄 所以我現在的世界日報還是有專人 叫做海外過日子 明天就有了 那個每個禮拜天出來 那我覺得在海外書寫 你作家特別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行業沒有辦法養家活口 那有人呢 只好到了國外要安定生活 安定經濟穩定以後 才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可是他們就因此錯過了很多八十年代 那個文壇上那個所謂的 那個Good old days 那真的太好了 那時候一篇文章出來 在國內 你在聯合報 在中央日報 他都會給你寄製美國 什麼地方 他因為覺得 那時候覺得說 那個好像眼方的事物 還更動人心魄的那種魅力 而且你出書的時候有錢可以拿 那不像現在你都要自費出書 那那個 有特色的書都能夠賣得不錯 那我們那個 那時候世界日報啊 還有在海外 中央日報的那個海外版 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可是也有人說 這個就是一個西洋工業了 因為這批人死掉以後 就 就沒了那個 沒有想到 整個情勢後來又變了啊 又海外有這麼多大陸的移民來 那大陸有一個那個 評論家陳公仲 他說 現在是更好了 因為這些大陸的移民的話 他們生活安定以後 哇 更開始 又做出更好的那個 作品出來了 會有更好的那個 那我在國外四十幾年 我學到最多的是他們的那種 那種幽默感 像我們中國是 從小就教我們要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可是我們吃到很多苦 還是普通人 那沒有辦法說 沒有負擔的一種快樂 不像美國人 他什麼 他不幽默無以為歡 以前 國父是 那個不談革命 無以為歡 他美國人是 不幽默無以為歡 你跟他碰到一起 坐在電梯兩分鐘而已 他一定要講一個笑話 給你聽 你要是笑了 哇他覺得 make my day 真的是很開心的 他覺得說 那個 所以他們是覺得 在這塊土地上面 幽默快樂 是讓人要 所以我很 很喜歡這一點 我緊緊的抓住這一點 我的文章 我有我現在寫了五十幾本書 我都以這個為基調 我也得過 那個 林語堂的文學獎 就是說很少人 又這樣子 因為他說 你在美國 一定要 live well 一定要love often 而且要love much 一定要是說 要活得好 笑得開 愛得多 所以我後來發現我自己 我就慢慢要學習幽默 這個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 讓自己來說 那個自己的人生態度 或者是寫作的上面 都要那個 因為美國獨立宣言裡面 都一直特別強調說 快樂其實是一種權利 那那個 所以那個 可是我們的古生先前 中國 他不要我們 他說 你說你太快樂 會樂極深悲啊 那你那個 就是 就是不能夠太快樂 那而且那個 以前有統治者 有專制者 他怕你太快樂 你到時候造反了 怎麼辦呢 所以就那個 而且王爾德他也說 快樂是為止的活的事情 你一個人 你再快 在那個 成功 你再賺了多錢 可是你不快樂 其實你是白活了 那所以我們要培養這種心態 尤其到了某個年紀 那個 就是真的就是要讓自己開心 他說 Pleasure is the only thing to live for 每個 就是真的是 你只有快樂才你值得活 而且人生每個人都有trouble 你要是一直去煩惱 你只有make it double 你只有那個 所以是 而且現在很多人年紀大了 要講究養生 其實最重要的養生的方法 是要那個 唯一的秘訣就是 一定要快樂 就說 不是唱歌都有說 人生能有幾個秋 不樂不罷休 仇事 仇情凡事啊 不必放心頭 所以我就用這個 我就常常就這樣觀察 像我跟我小孩子的 那個 用這樣子的發現 我的書都還可以 銷得不錯 尤其在80年代的時候 我那時候寫了 女人的幽默啦 還有我那個 暢銷排行黨 第一名的那個 在世界日報 叫美國孩子中國娘 那個 後來好多人都抄這個題目 覺得這個太好了 那個 他是美國兒子中國娘 他是那個 那個 還有我寫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一個 那個洛杉磯 一個比華麗傳奇 我那時候在那個 聯合報也是 轉載 就是登這個東西 那我還有一本書 那個前一陣 已經十年了 我的書名叫 明天會更老 明天會更好不一定 明天 明天會更老 for sure 每個人都會更老 那這個是我在台大 一個演講 杜鑑發之夜 有七百個人 我就這樣講講 說那時候我出老 然後就講各種情況 然後就竟然都被別人 做成PPT那種 到處傳 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還一直傳回到我這裡 至少有傳回來 最好兩百次不止了 蛤 沒有就是這麼多 那個就是講我出那個 剛剛老的時候的那種狀況 還有我說像我 比如說老的時候 每個器官就不是那麼那個 像我媽媽的朋友 每天都要跑去那個老人中心 那個吃一個中飯 那就看到對面有一個 那個坐公車的時候 有一個人 小孩子 拉著一個 一直跟他講話 他就跟那個小孩子說 你不用跟我講 我耳朵背了 那小孩子說 我只是在腳口腔堂了 那個就說各種的狀況 我們有太多那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來了 像那美國孩子 中國娘 我學跟我小孩子的互動 在這個過程中 那個我都用 盡量用幽默的方式 來要怎麼想 比如說我的兒子 他在美國 兒子女兒在美國出生的 我們很認真的把他送到 中文學校去 可是他寫的亂七八糟的 寫中文 就叫他造句 一直 一直造句 他只會寫我 他我一直是個人 那老師說好像有點不對 他說老師你要算我 對我沒做過鴨子 我真的只做過人 那他家裡的房間裡亂七八糟 我說你檢檢嘛 棘手之勞 他說我一棘手我就疲勞了 他那個 所以他要做亂世英雄 那世是教室的世 那那個 宋中文學校禮拜六 要是有一個分證 我叫他說寫一個請假單 他說我明天要去陪葬 那個 什麼成語對他來說更難呢 你知道他說 口落懸河是什麼意思 他說一邊講話 一邊噴口水 所以你們第一排的 就被我噴濕了 就言多必濕 那那個 什麼 什麼叫不苟言笑 他說不要和狗開玩笑 那什麼叫前功盡器 幾個例子吧 他說就像伊麗莎白泰勒 結了八次婚又離八次 不是所有老公都不見了嗎 就前功盡器 那個 就做成這樣 那什麼叫寡不敵眾 考試的時候 一個老師 隊伍是一個學生 他就寡不敵眾 不過小孩子還是很可愛的 那個以前我對 很多留在台灣的同學 都是當老師的 有時候看到小朋友 怎麼地上撿到一個 一個那個 作弊的字條 小超啊 他就噴在旁邊說 李小明 這小超是不是你的 他說不是啦 我不是我的 他說老師說 做學生要沉思 是不是你的 你要是說實話 我不處罰你 他說老師真的不是我的 我的在這裡 小孩子都很可愛的 你用幽默來表達的一種 另外一種 你有點牛白一點 那個還是可以那個 就是說 可以表達的說 你想要有言外之意的 也是挺好的 那他們現在有很多什麼 一言九鼎 就是媽媽講一句話 他要鼎九句 那那個 那我兒子說 媽媽開心 是不是很快樂的意思 我說是啊 開心是很快樂 那開的相反 是不是官 我說是啊是啊 那關心就是不快樂 是不是 我說不是不是 他說中文真難學 怎麼又開心又關心 就是這樣 很那個 太難學了 那他有時候就說 他為了要怕遲到 很早就出家了 那個 然後他很多話都是從英文 直接翻譯的 我個子不高 他說我媽媽很短 然後我媽媽是穿著眼鏡 然後那個 到飛機場把我撿起來 他說我媽媽 然後我爸爸每天晚上都出去做走狗 然後天黑了 我的爸爸就陸陸續續回來了 那到學校去裡面 他就 他們要寫日記 那個我女兒他就說 我 老師看了說 哎呦你女兒為什麼八歲而已 他說我前夫去看電影 哎呦八歲就有前夫了 原來天和夫 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感覺 突出來和不突出來 差不多 那個 然後那個或者他就看著老師 他說老師你的毛好美哦 老師嚇死了以為哪里毛 給他看到了 他說毛就是hair 老師你的頭髮很美的意思 就是常常是 是有這樣子的那個困惑 那像海明威他特別強調 他說寫作的技巧最重要的有兩點 第一個你要有同行心 第二個你要有幽默感 他說很多 那個很偉大的作品 不一定以幽默為主調 主旋力 但是都不能不以喜劇的手法 來表達一些其中的情節 啊 像作家哈金他也說 喜劇是作家成熟的標誌 啊 所以那個 所以人間是 雖然有康柯啦 有不如意啦 哎 你要是有用那個 比較幽默方式來切入的話 齁 你就會看著 就覺得有點寬厚 溫暖 就是 嗯 那個像比如說王歸威 他提到張愛玲 他也特別強調 張愛玲最難學的是一種 庸俗人的喜劇 他有辦法來形容 任何一樣的東西 啊 而且他那個 自嘲或嘲人的幽默 其實他很幽默 他以前有編劇喔 替那個 邵氏公司編那個什麼 早期的那種電影 叫南北河 就是有上海人到 往那個香港去住 中間那個語言上面的那個 就產生了很多的那個 笑話 那像嚴格林 他也住在那個 以前就住在那個 北加州那邊 他也說他多年來寫作中間的有趣 是他的最高指標 一定要讓自己有發覺幽默的潛人 他很會那個 真的是很有趣 他說他 大陸來的新移民 那個房子裡面 他只要花15塊錢 就可以把他堆了很多雜物 一天到晚去garage sale 買一個這個東西 都沒用的東西堆了一大堆 又不清理 他們很會那個 形容 像以前齊金 也是在那個海外寫作的時候 很可愛 他每次都說那個 他的小說橘子紅了 他說那個橘子紅了 可是他的人沒紅 他就很多那個 而且他們平時生活裡面 都很會用那種幽默的來 他煎個蛋 他說大漠荒煙起 黃河若日圓 你看 就有煎個蛋 就一大堆煙 他就要用這樣子來形容 不過現在整個情況變了 讀語寫的情況都變了 網路文學 顛覆了所有的精英的那種文學 那個現在人人都可以當作家了 那個世界日報的版面 那個文學也都在縮小中間 而且現在有些文章是 誰寫誰看 寫誰誰看的狀況 而且那個 不很多人我們還是樂此不疲 還是就還是在那邊一直堅持著 像那個王點金老師他就說 在國外你用中文寫作 就是慢慢就變成一種個人的癖好 你不要想說會因此得名得利或怎樣 他就像有人愛喝酒 愛賭博 那個票友在唱戲一樣 有這個癮你就得為他花錢 千金善盡不復返 為他受苦 一代見寬終不悔 不過寫作一直說有條件的 像維俊尼爾夫他也是說 說你人寫作嗎 你要有自己的房間 你還有一點錢 你才有那個 因為寫作本身的經濟效益不是那麼高 像在大陸都有這樣子的順口流 他說爬格子的是穿破骨 賣豆腐的都還可以當萬元富 所以我們那個 要從中間那個 不是那麼容易 就那個 那個 納波瀉現在許多新移民 他已經說 自己的那種生活能顧得上之後 他能夠 現在有很多心理有很多很多的話 要來說 一般他們相信 有些人很多人相信說 海外的寫作是 可以越來越壯大 那個說寫作不再是走馬觀花 而是一種經驗長河裡的充分沉澱出來了 他們經過這些年來了生氣教養 那個新移民慢慢站穩腳步 然後會有 那個有條件可以有 把這個嗜好發揮得更好 所以他們會覺得海外的寫作 會有更好的明天 好 我跟大家分享這些 非常謝謝吴老師 我們真的能見識到他非常幽默的那一面 我想這幽默的元素 非常構成了這個 吴老師作品的這個重要成分 所以我想他的寫作能夠那麼地成功 應該只要保持一個幽默 這種幽默讓人快樂 我想快樂其實是一個成功的元素 其實剛剛老師也剛剛真的提醒了我 對 我說海外寫作越來越成功 海外華文女作家的寫作也越來越成功 因為為什麼我們都好像沒有看到海外華文男作家協會 我剛剛還想起好像這還蠻奇怪的 所以我們 沒有過日子啊 要養家活口嘛 所以絕對不能忽視這個力量 那接下來這一位我要介紹的是邱燕明女士 邱老師她畢業自政大新聞所 然後她曾經在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研究 然後她曾經擔任中國時報聯合報的記者編輯 然後也曾經在聯合文學雜誌 擔任總編輯這個工作 那在擔任聯合文學雜誌這個工作 邱老師也真的是我的前輩 然後因為她跟非常多的這些作家 比如三毛 張愛玲 白先勇 梁世秋等人 高陽 有過非常深刻非常多的接觸 所以老師把這些作家的互動來往 集結成書信出版之後 他們作家的往來 這些書信的往來 其實也幫我們建構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 尤其在80年 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作家的心靈 然後老師她曾經 因為她除了從事寫作 她也非常精於這個繪畫 我們看到老師的書有很多 都是她的自己 出自她的畫筆 她在中國 大陸 比利時 台灣都舉辦過個人的畫展 那也出了非常多的這一個作品 那老師就在我的右手邊 那我們是不是掌聲 謝謝邱老師 謝謝主持人的讚美 不好意思啊 各位文學姐妹們好 我 對 我到了比利時之後 我是學了油畫 可是呢 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學的是新聞 那學新聞呢 就是 新聞裡面就教我們 要有記者 要有一定的 這個 你寫作啊 或者你寫的新聞 或什麼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所以呢 這個社會責任感 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直就在我的心裡面 我到哪裡去幹任何的東西 或者是去處理任何的事 我都會想到 這個社會責任 對我生活的地方 會有什麼影響 我應該要怎麼樣子來做一些什麼 能夠對我生長的地方 或者是我所做的事情 能夠有什麼幫助 那自己的能力很小 可是我究竟 我這麼小的一個人 我能夠做一點點什麼 我能夠很誠懇地做一點點什麼 所以當我到荷蘭定居下來的時候 我現在在荷蘭已經是 住了將近三十年 整整二十八年 我看到了荷蘭 那麼一個平和的國家 幸福指數那麼高的一個國家 它的幸福指數在全世界的排名 永遠是在前面 所有的地方 它的貧富是那麼的 就是說平均 沒有什麼特別富 也沒有特別窮 然後對於生老病死 你這種醫療的照顧 你老人的照顧 都是那麼的到位 這些都讓我感觸很深 就像我這一次回來台灣 正好碰到選舉 我看到我的天哪 那些所有的競選人 那麼大的招貼 然後那些宣傳車到處 到處的廣播造成很多的噪音 我就在想 我在荷蘭這麼多年 我所看到的選舉 任何城市 任何小鎮 甚至我們的小村 就只有一個這麼大 只有這個三分之二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有亮度的這個地方 三分之二的一個板子 然後所有的十幾二十個黨派 每一個黨派 就只有一個月曆那麼大的 這麼大的一張紙 然後貼在上頭 這就是所有的宣傳 另外呢 你就是投票人 你在接到你的投票單的同時 你會在一個月前 接到你的投票單 你投票單的上面呢 他就付了每一個政黨的政見 你自己去仔細地閱讀 你閱讀了以後 你覺得哪一個政見 是跟你最相合的 你就去投那個黨 沒有任何的紛爭 然後選完了 選完了 好 該哪一個上去 就哪一個黨上去 那有一點 就是有一個黨 他還是得了最高票 可是他自己說 我不做執政黨 因為我的得票 比去年少了百分之十幾 可見我不得到民心 我們要反省 我就在想 台灣我這麼愛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麼的自由 我們好不容易得到的民主自由 我們為什麼不會去很努力地把它做得更好呢 我們為什麼永遠再重複一些 我們明明知道是錯誤的事 我真的很傷心 在國外我就這麼傷心 天天在那裡傷心 我究竟能做什麼呢 那我看到荷蘭人 為什麼我想說 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其實也是經過時間的 他們確實是經過很長的時間 從中世紀開始 從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的時候呢 也就同時 荷蘭是有一位很偉大的一位思想家 也是一位宗教家 就是Erasmus 那他就是提倡人文的精神 那他這個人文精神呢 他最重要的三點是在什麼呢 他就說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人 最重要的是需要什麼呢 第一個你要寬容 第二你要節制 第三你要會尊重 你沒有這三點的話 你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 就是一個讓人家值得尊敬 或者說你作為一個人的基本 那我就在想說 我們有了自由 我們有了民族 可是真的很可惜 我們都少了節制 然後還有一點 我們也真的少了一點尊重和寬容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社會 然後我當然也更希望 因為我們每一個姐妹 文學姐妹大家手上都有筆 然後我們能夠藉由我們的筆 來傳達這種尊重 這種寬容跟這種節制 那所以呢 我在荷蘭的時候 當然了 我原先就是 也有一點自我這種放逐的味道 所以我就 那個 種種菜呀 養養花呀 然後畫畫畫 天天就過著這種 散散步啊 很愉快的日子 可是當然就說我自己所學 我已經書寫成信 那我就自己會做筆記 那我做了很多的筆記 做了筆記以後 然後我就 就開始沉浅下來 我就在想說 那也許 我應該寫下來 寫下來呢 然後也許 就是把我心裡面 所想做的那一點點是 表達出來 如果能夠有一點點影響 那我就很高興 那我怎麼書寫呢 像景上靖 她曾經寫了一本小說 她是以她 寫她跟她母親之間的關係 寫得非常動人 非常的細緻 她就描述她媽媽失智 然後她如何跟她母親相處 那個吳紀文翻譯了這本書 非常非常好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時候可以看這本書 那她後來就說 有人說 哎呀 景上靖完全寫的是她自個兒的事情 她跟母親那麼私密 那麼所有的小事她都寫下來 所以這種算是一種私小說 那到底小說能夠私到什麼樣程度 那我是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就說 這也是一種接地氣 而且她說她跟她母親之間 這種她覺得這是最感人的部分 那我自己呢 我覺得我只能從我自己出發 我才能夠寫得深 我不能從自己出發呢 我就會變成就是寫得很浮泛 所以我也只能寫我的生活 那我從生活裡面來探討這種 然後來讓大家來感覺荷蘭這塊地方 所以我在想我的寫作呢 也許就算一種絲散文吧 可是我覺得反正呢 到了這個年紀的頭髮也白了 所以反正就像張元所講的 就覺得自己該寫什麼 然後自己寫得 你自己認為你做到了你想做的事 你很開心 那如果有人看 然後真的達到了一點點小的影響 那你會更快樂 那當然了也像張元所說的 我這幾年也在中國大陸寫專欄 那是一種機緣巧合 因為以前別人找我寫專欄 我向來是拒絕的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受到 受那種壓力 而且呢那時候又還沒有E-mail什麼的 你要寄出去 收得到收不到 你都心裡有牽掛 後來有了E-mail 那正好中國大陸深圳那邊 來找我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可以試試看 然後那時候很天真 我想就跟我編復刊的時候一樣 然後所有的專欄作家 就是反正一年也就除役了 結果沒有想到 一年不除役 兩年也不除役 這一除役就八年抗戰了 那我說不行啊 這八年我實在要停了 因為很多的其他的我想寫的長的東西 我就沒有辦法繼續 結果別人不放手 然後後來我說不行 我已經幾次幾次寫的東西 那個編輯半夜就被叫到 總編輯那裡拆下來 但我說我自己寫是沒關係 可是讓編輯那麼為難 我覺得這不是我做人的原則 那我就說你們最好還是 找國內的人寫吧 比較懂你們的文化 我說不行不行不行 他說反正呢 最早我寫的時候 只告訴我說政治不要寫 接著呢就告訴我說 你不要提這個 那個伊斯蘭教 接著就說所有宗教不要提 那現在就說 哎呀拜託啦 你還是寫了 以後不准再提不寫的事情 可是呢你就只寫歐洲了 歐洲的吃和玩樂什麼都行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這也是一個現象 可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也很好 我能夠把不管怎麼樣 運用這種吃喝玩樂的方式 或者是什麼把歐洲的一些觀念 或者是什麼帶進到這個中國大陸 給一些大陸的同胞們看也是很好的 我想我就講這些吧 非常謝謝邱老師 我想記者有很重要的一個社會責任 就是做一個社會觀察 那我們都把記者叫做無緬天使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察 然後也是就是要報導 或者是關心我們的社會 然後記者通常都是非常理性 有理性的一面 但是從理性到感性 我想從一個記者到作家 這是一個過渡 但是也因為我想 老師本身有一個記者的眼睛 所以也培養他一個寫作的心 所以他可以運用 他對這個對社會的觀察 對台灣的這個政治的觀察 然後用這個觀察 來跟荷蘭的做比較 我想對於我們來說 也未常真的是一個很深刻的一個反思 謝謝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位就是 嚴敏盧老師 嚴敏老師跟吳老師也一樣 就是嚴敏盧老師也是畢業於高雄示範的 學院英語系 他先居住在瑞士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美國荷蘭還有在瑞士 然後他一直不斷寫作 那我想老師應該是以德文 也有用德文寫作為主 因為我們知道瑞士有分成法文跟德文 然後老師的文章 都大部分發表在新書《離世日報》 還有上海書評大陸等 然後09年他在瑞士法語區駐地寫作 然後也是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的這個會員 那他算是第一個在新書《離世日報》 發表文章的作家 也曾經到這個拉維尼堡 朱流寫作 然後也曾經接受了這個 埃及的電視台的一個訪問 那老師我想從台灣到瑞士這麼遠的地方 對於很多因為個人的學業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家庭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想老師用中文同時可以用德文寫作 我想應該有不同的這一個見解 那我們先請言老師 謝謝 我現在既然有一個麥克風 我就先提問 這個問題跟剛剛胡先生說的 或是各位幾位其他朋友說的不太一樣 可是這個問題在我心裡面存了很久 我不問我有點焦慮 就是為什麼到處講老師 為什麼這個老師這個詞 我很久以前就聽過 這幾年越來越多 我在想它是不是一個權宜之計 是不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並沒告訴孩子 你看到一位男性或是女性 應該怎麼稱呼 所以老師就被那個權宜之計 如果各位有答案的話 待會麻煩你告訴我 現在就回到正題 我寫作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是從德語 從德文開始寫 我為什麼會從德文開始寫 是因為我要學德文 因為我住在瑞士 瑞士65%吧 他的人口是講德語 可是瑞士德語又跟德國德語不一樣 那麼我學的 我當然是要學德國德語 就是書面上 就是報章雜誌上 都會有的這樣子的德國德語 所以把語言學好 對我在那邊生活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在其他的地方 你不懂的那個地方的語言 你好像是蝦子 龍子 或者是啞巴 你就不能有溝通 所以德語 把德語學好 對我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參加了一個漢堡 德國漢堡的一個遠距教學 教人怎麼寫文章 那這個課程呢 它是給母語是德語的人 來念的 來修研的 整個課程是兩年 可是這個對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很多人都說 這種事情太多了 很多人做了半年 九個月就沒有了 可是我就把它頂下來 這是兩年 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那這樣子就達到我的目標 不是我的德語非常好 而是我 我覺得我自己 跟這個語言就更接近了 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麼接下來再講 其實是家維幫了我 就是說要講十分鐘 我說要講什麼東西 所以家維寫得很清楚 就是寫什麼 怎麼寫 為何而寫 寫作過程挑戰 還有原相異相對寫作的影響 這些等等 所以我就按照家維這個給我的這個 我就有一些小小的答案 那麼一開始 我就講講寫什麼東西 寫什麼很多人問過我 包括台灣的朋友 瑞士的朋友 每一次人家問我 我就是目瞪口呆 因為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講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以一段小小的一段話 它是我在高雄西子灣複刊 發表文章的時候 我的編輯 它是台灣新聞報 西子灣複刊 在高雄或者在南部 過去了 現在這個報紙已經不見了 一個很重要的刊物 那他這個 這個王先生呢 他把我 曾經有寫過那個 有關於阿富汗的一個民族英雄 我寫他的事蹟 他把他放在 他說 這是我們新聞報75年歷史以來 第一次有複刊的東西 把他放在第一版 來做廣告 就說他很喜歡我寫的這個東西 那也是因為這個王先生 他願意用我的東西 我才一直這樣子寫下來 那這個王先生算是比較了解我的 那我就念一段他怎麼寫 他說 言敏如出版《多冊》 極附國際視野的文學作品 《戰爭冒險》 《英雄時事》 《扣河熱火時空話題》 《曲折百回》 《與時下女性寫作》 《格局迥異》 那麼我想他這一段話 就應該足以說明我 我是寫什麼東西了 接下來是怎麼寫 那麼我是結合時事跟文學 就是時事 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小說 或者是平常的文章 就會知道我這個東西 這篇文章裡面到底在講哪一件時事 可是我找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編成故事 編對話 編人物 然後把這個時事 就帶進小說的情節裡面去 所以你在看小說的時候 或者在看比較中篇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時事我是在講什麼 可是它讓人家更能夠了解 它這個時事後面的所隱藏的 就是你媒體上或者報紙上 所看不到的這個東西 那我很醉心於做這樣子的工作 因為我很喜歡知道 媒體後面 到底有一些什麼樣 隱藏的一些事實 是別人平常是看不到的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是怎麼寫 就是把那個時事放進文學裡面去寫 那麼為何而寫 有這麼一個題目 真是很有趣 為何而寫 我想了很久 我只能說 因為我在瑞士生活 跟台灣比較起來 我在瑞士生活了將近三十年 大概跟燕明差不多 在瑞士生活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是暴露在一個 怎麼說呢 也許各位可以這樣子來想像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草原 然後你就 就你一個人 就在中間一個一小點 那是 也許是從府看 從上面高地 或是在飛機上看 你是一個小點 可是你旁邊那麼大的一個 一個原野 就是說它開拓你的視野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的視野非常非常的大 就跟台灣是完全相反的 我的感覺 可能別人是不一樣的情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是一個受惠者 那我希望能夠把這種 我受惠的這種欣喜 能夠透過文字 讓台灣的人知道 也就是多能夠感受到 其他國家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不都說要國際化嗎 那國際化第一步 大家都說要學學英語 我的感覺是 國際化不是這樣子的 國際化是 你要去知道別人在想什麼東西 然後你才能夠 從別人的眼光看自己 或是去反省自己 這有點例題了 接下來呢 寫作過程與挑戰 是有很多的挑戰 第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花錢 很花錢 很耗錢 因為我從來 我覺得張元好厲害 好厲害啊 我們 你是台南人吧 我是高雄人 這麼近啊 可是那個寫作的範圍 內容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很細膩的去 在生活上探討 那些東西 大家剛剛都聽到了 非常好的演講 那我是完全不寫自己 因為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什麼 我自己不是 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那旁邊的那些東西 在瑞士生活 其實是很無聊 我是99%的時間 是在我自己的書房 我不是去購物呢 就是去飛機場 那其他的事情就是 透過媒體知道 瑞士是很 很成熟的 一個社會 民主制度 那這些東西 都打動不了我 因為我把它看成 是理所當然 我的關心點 是在那些 還不夠好 我希望他 是不是能夠幫忙 讓他們能夠更好一下 那這是一個笑話了 因為我只是一個 小小的個人 可是 總是 總是多做那麼一點點吧 那這個就是 我看到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想要去發掘更多 所以我就要搭飛機去 某一個地方 那那些地方都大概 平常人不太喜歡去的 因為有一些危險 而且不方便 比方說我到了那個 喀布爾 就是阿富汗的首都 在一個 一個hotel裡面 就是小小的 那那邊很多 那是2004年的事情 已經很久了 有 有 兩位女士 她們是 British Museum 去幫他們 怎麼樣重建他們的博物館 因為被塔利班打壞掉了 還有一個先生 他是 從新加坡去的 他是華僑 所以我在那邊 還有講一點中文 很有趣 他是幫他們做下水道 還有是 有 有美國人 他們是一個攝影團隊 他們 就是 Equipments 他的攝影器材啊什麼 都是放在很好的那種 鋁製的那個箱子 各位知道 然後就 兩部那個四輪傳動車 那他們就是幾個人 五六個人 就搬著他們那些東西 就上了車 就走了 那其他我剛剛提到的那些 幫忙的 博物館啊 下水道的這些人 陸陸續續走了 那在那個Hotel Lobby裡面 就我一個人 一個亞洲人 一個女的 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在那邊 我想說 應該要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認識任何人 可是我很想知道 我的那個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各位講說 我到底去那邊做了什麼 所以 就是說 這種感覺就是很孤寂 可是我就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 未來是未知的 可是它又非常的吸引我 另外一個 是去年的 我有很多的經驗 沒有辦法完全講 去年比方說在耶路撒冷 以色列耶路撒冷 我去參觀一個學校 這個學校很特殊 它是 猶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小孩子 共同在學校學習 那在一個班級裡面 怎麼用兩個語言教學 就實際去看 太有趣了 而且很成功 那天恰恰 有一個日本的記者 日本記者也去了 後來我們就談談談 好幾個小時後 兩三個小時 整個學校參觀跟他們談 看他們教學 後來我們就出來 他說 你怎麼回去啊 我說 坐公車啊 我就坐公車來的 他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搭計程車回去 我有 有一個司機在等我 因為他是 他是獨賣新聞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新聞 很大的 東京很大的一個 在那邊的派駐在 在中東的記者 他說 他問我要不要 跟他一起搭計程車回去 我樂死了 我非常開心 因為一個人實在很痛苦 結果呢 我想說多跟他談啊 結果他那個車子 三轉兩轉就到了 我說怎麼這麼快就到了 原來我去的時候 我搭錯公車 也不是搭錯公車 就是說確實是那個公車 可能是繞繞繞了大半個 那個耶路撒冷 這個事情是 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一個小小的例子而已 所以說這個寫作的過程與挑戰 我想就是 這個是兩個小小的例子而已 再來呢 原鄉 原鄉和異鄉 對寫作的影響 在原鄉 我在台灣沒有寫過東西 寫作我只寫了20年而已 是一個 toddler 是一個小小在學部的 所以要跟 還 跟各位前輩 很多的學習 對 對 異鄉對寫作的影響 就是 就是我剛剛談的 就是他 他讓我暴露在一個 資訊非常非常豐富的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你要去 去吸取 然後去選擇 所以我不太能夠了解 能夠從自己生活出發去寫 去寫作的人 對我是一個很 很困難的事情 像我寫過一本小說叫 《英雄不在家》 我是寫瑞士的記者 他到阿富汗去訪問 然後 裡面很多的曲折 我光是找資料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遲遲不敢下筆 那個資料 那個大的一個 也不是很大 就小小的手提箱 大概超過十公斤的資料 非常多 後來我想說我再不寫不行了 我對不起自己 因為很痛苦 這個東西在心裡面十年 我就坐下來 真的好好的把它寫完了 寫完以後就比較舒服了 我想就是差不多就是這些 也回答了嘉維的話 那麼我想最後剛剛那個胡先生說 我們在其他的國家 選擇以自己的母語創作 胡先生那不是選擇 因為你要以外語創作那個太難了 不是指很難而已 你怎麼 怎麼讓人家刊登 對不對 那我還聽過一種話 他說 什麼什麼人 他在什麼什麼國家 住了這麼這麼久 可是他堅持以母語創作 大概是那個國家的語言 他掌握不住 而且沒有辦法找到刊登的可能性 所以他用母語創作 所以我們在聽這些語言的時候 要想想後面有一些什麼東西 謝謝 非常謝謝 我想這是一種不同的一種寫法 那也因為敏感 然後你可以有一個敏感的心去觀察 就想這是對於寫作非常重要 我要回答岩老師 其實一般通稱老師好像是一個 這幾年流行的 然後其實通常是一個尊敬的一個稱呼 有時候有時候也不曉得要叫先生 或者叫女士 要叫太太或者叫小姐 總是覺得有點很怪 然後如果直接叫名字 沒大沒小 沒名帶行 所以好像叫老師 其實大概是最方便的 謝謝 他就是一個權宜 對 權宜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周芬娜女士 我想周芬娜女士 她背景有點特別 她台大歷史系畢業 然後在政大念東亞研究 後來到了美國念電腦做事 也是一個電腦程式設計師 所以從文到裡還真有點特別 然後之前是第九任的 這個海外華人女作協會的會長 然後現在是自由作家 然後我想周芬娜女士 給台灣的讀者很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中國大陸就是她的美食寫作 然後為了寫美食 她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 然後寫了這個影傳中國這一個系列 非常的轟動 也在北京是暢銷書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美食作家 然後她曾經也得了武士文藝獎 跟中國漂母杯 這些豐富的寫作 這些豐富的遊歷 我想對於作者的下筆 她筆下的這一個味覺跟視覺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就請周芬娜女士 老師 各位文學姐妹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周芬娜 正如胡堅倫老師所說的 我的寫作之路非常的曲折 因為我是誇界書寫 今天中午參觀那個文訊資料中心 《感觸萬千》 為什麼 我發現她收藏了我六本著作 其中有一本是我二十幾歲的第一本書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從二十幾歲就已經開始創作了 我原來是研究三十年代文學的 我在鄭大東亞研究所讀書的時候 考取了公費留學 出國收集資料 寫作我的碩士論文 所以這本書叫《丁玲與中共文學》 是在美國寫的 是我第一次在他鄉書寫 我記得那時候很寂寞 才一個人在圖書館找資料寫書 那是一個暑假 非常的炎熱 我每天就在圖書館裡 一面琢磨著丁玲的生平跟心情 想像一個三十年代女作家的心境 那時候她就是我的idol 因為她是一個那麼自由開放和坦率的女性 後來這本書寫完以後 我帶回台灣論文發表 然後呢得到我的碩士學位 然後成文出版社也出版了那一本書 那一年我才二十六歲 好年輕喔 然後我在國內服務 進了我的公會義務以後 我又回到美國 因為我在寫丁玲中共文學這本書的時候 遇到我的另一半在美國結了婚 然後為了成全我的理想 讓我回台灣服務 然後獨自一個人在美國等我 所以我在台灣發表論文以後 也進了公會義務以後 又回到美國 那時候家庭團聚呢 雖然很快樂 可是我發現一個危機 什麼危機呢 我失業了 我沒有工作 因為那一行在美國是找不到事了 那為了要謀生 也為了要走入這個美國的社會 我轉行讀了電腦 那時候好灰心 我曾經到哥倫比亞大學找過夏志清老師 我希望可以到哥倫哥大去讀亞洲研究的博士 將來像他一樣到大學教書 可是他告訴我說 我這一行目前是根本就找不到事了 沒有缺了 你知道讀了博士也沒有用 叫我去讀一些比較實際的東西 那後來我就聽了他的勸我去讀了電腦 那一年我28歲 然後30歲的時候拿到我的電腦碩室 到IBM等大公司去上班 以上就是10年 我的寫作制度就這樣中斷 我有10年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辦法寫東西 因為我太忙了 那過了10年以後呢 我的身體開始不行了 大概我的體質大概不夠強壯 沒有辦法接受高科技業這種強大的壓力 我40歲那一年就是病倒了 然後我住院了一陣子 然後本來想身體好了以後再重拾就業 可是我在休息的那一段時間呢 我重拾就筆 我發現我又愛上了寫作 而且我喜歡作家那種無拘無束的生活 而不是像在高科技業整天起早趕晚 而且有一套規矩套著你的那種日子 我發現我已經回不去了 我自由了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可以不用謀生 那時候我另一半的收入已經夠高 可以養得起一個作家了 所以我就決定不回去了 就很任性地在家裡寫作 那剛開始呢 我其實做的是翻譯 跟這個若曦姐一樣 我翻譯了四本書 那時候我想到的是說 我在台灣有回饋 因為我畢竟是台灣出來的人 我要回到寫作的圈子 我做什麼都一樣 我就想先從翻譯開始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低的門檻 那時候我對健康問題很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健康有問題 我就翻譯了好幾本跟醫療健康有四本書 給皇冠跟九哥出版 那因為這四本書呢 我也得到一些獎 像文件會好書獎啊等等的那個榮譽 那後來呢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旅遊 我在想說你一定要做一件 跟自己的興趣 互相符合的工作 你才能夠做得久 那時候我常常喜歡 閒閒的時候跟著第一半出去旅遊 我想說我可以寫一些郵寄 那時候經過朋友介紹 認識這個聯合報深度旅遊版的那個主編 他就邀請我幫他寫這個深度旅遊 那我就寫郵寄寫出興趣 後來久了以後那個主編說 你好像美食寫得特別好 問我是不是對吃很有興趣 我說當然非常有興趣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會寫美食的很少 1990年代 一般寫旅行就是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無所不包 只有每個層面都有人書寫 只有美食沒有人書寫 所以我的文章就寫得比較突出 後來他們就邀我 在聯合報深度旅遊版開的一個專欄 叫《帶著舌頭去旅行》 我成為台灣第一個 把旅遊跟美食合起來寫作的作家 那這個專欄看出一陣子都蠻受歡迎 並由這個聯金出版社邀稿 出了我第一本書 就叫《帶著舌頭去旅行》 那時候他們還在聯合報大樓 幫我開了新書發表會跟演講 還是感謝 從此我就被定為美食作家了 後來因為我的第一半 有一陣子調到深圳去工作 深圳還有日本去工作 我跟著他去復任 那時候感覺到當作家的快樂 因為作家是一個沒有office的作家 你只要帶著一個電腦就可以到處走 所以我就跟著他去香港住了一年 日本兩年 那三年就有很多時間去中國大陸 因為我原來是念了中國大陸研究 所以我寫中國大陸的東西 就特別有感覺 那時候我寫了一本書 叫《品味傳奇》 這本書就是我的生涯的一個分裂點 就是說他在台灣出版以後 受到大陸讀者的喜愛 他被北京三年出版社引進 那因為我寫了很多古今名人 從他的飲食疾患去透視他的精神世界 就像西安人所講的 人如其始 You are what you eat 那這點非常符合大陸人的喜愛 所以上了北京的暢銷排行榜 那這之後呢 三年出版社就幫我簽了許多約 幫我出了一套書 一個有五本著作 都在中國大陸上市 其中有一本就是《影傳中國》 那時候我也寫這本書 我真的是自己掏腰包 左遍大江南邊 帶著另外一半當保鏢 他自己都說他錯就叫四九 所以幫我背包包了 然後那個 那時候雄心很大 因為台灣還沒有人寫過 一整個大陸 維斯谷的美食書籍 雖然以前像唐魯孫寫過一點 可是這不是很全面 而且那個也沒有圖片 那我就想說應該有沒有寫一本 比較全面性的 而且有圖片幫助的那個書 那時候我都自己策劃 譬如說我要採訪湖南菜香菜 我特地就上網去查湖南哪些 有哪些菜系 有哪些代表性的餐館 然後列出長沙 越洋 洞庭湖等等景點 自己訂旅館 或者帶著另一半就 帶著杯的香雞 就自己去採訪 到各大餐館去吃 那譬如說要寫山東菜 魯菜 也是一樣的 就到濟南 青島 曲富 甚至遠到天台 我記得寫這本書非常地辛苦 可是我真的樂此不疲 我記得有一次在濟南還吃壞了肚子 或者半夜送急診 半夜三點鐘送急診 後來在醫院打了兩天的點滴 那時候對大陸的醫院還蠻有一點研究 我覺得在大陸住院真的是一種不幸 比起美國來 回來以後 當然在寫這些美食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我吃得好像好快活的樣子 不知道會有這麼不幸的一方面 《銀傳中國》 接下來我又寫了《新上海美食記型》 那以後我也常常去上海 然後又寫了《花之宴》 這本書就比較跟旅遊沒有關係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花草植物 然後就寫怎麼以花草來入菜 然後還有一本書叫《繞著地球吃》 這五本書就是一套再三連 就是美食系列 那近年來呢我比較傾向於寫作三文 因為上面這些文章 比較是報導性比較強的文章 近來呢我寫了那個《人生真滋味》 就是以這個美食為切入點 介紹我的親人朋友 甚至以前的舊情人 還有 就在很坦率地交代自己的人生 那另外一半也非常的支持 那最近呢我的興趣慢慢又回到旅遊 因為我在北美的一個雜誌叫《品雜誌》 《Distintive Taste》 從創會開始就是專欄作家 我寫了好多年 只有每個月就一篇文章 就是寫郵寄 整整積累了五年 我喜歡在雜誌發表 因為它能夠登比較多的圖片 所以在副刊 有的人問我說 怎麼好久沒有在世界日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 因為我的文章都登雜誌去了 那最近就是把這五年的郵寄積累 出了一本《情迷大西地》 就是我旅遊世界那個二十幾國所集成的郵寄 這大概就可以概括我這四十年來的創作生涯 真的是四十年 我們這回的年會選集叫《我在我城》 裡面就是寫我們自己住居的故鄉 我在想到說 我到美國已經整整四十年了 那其實我覺得用華文書寫 其實是我跟台灣聯繫的一種方式 就像我們所說的在寫作中還鄉 我在用華文書寫的時候我很快樂 覺得我好像回到了台灣一樣 而且自己成為一個很滿足的小世界 那假如發表以後還能得到共鳴 那更是一種精神上無上的喜悅 那我想作家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喜歡孤獨 你要孤獨才能夠創作 那最近呢就是我在休息 我除了寫郵寄之外 我幾乎都不再寫其他文章 因為我想做什麼呢 我想要寫小說 我在城前 所以請有一陣子沒有看到我作品的讀者們 給我一點時間 我有時間會再努力創作 我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周老師 我想寫作要有健康的一個身體 健康很重要 旅行健康也很重要 要吃好吃的東西健康也很重要 所以健康最重要 少了健康 我想也會影響很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位發言的是陳前老師 陳前老師的背景 我想某個部份他跟周老師一樣 他也是電腦工程碩士畢業 也是一個電腦工程師 然後他曾經在這一個高科技公司 擔任這一個晶片設計師很多年 陳老師他筆名蕭成 他出生於中國廣西南陵 89年春天然後到美國留學去 然後他的作品 在中國大陸的雜誌非常的多 然後他的作品 我自己覺得很多的作家 無論是尤其是與海外華文女作家 都有一個傳統 其實就是這個移民文學 我想尤其是一個作家的身份 然後到了異鄉 到了第二個故鄉 然後自己的觀察 處身的地方 來觀察不同的這個種族 或者是國家 來寫這些人 這一代人的命運 我想非常重要 所以陳老師他有三部作品 被稱為女性三部曲 然後曾經有得過這個人民文學獎 都是有這個移居美國的身份 也是漁民女性的命運 我想這都是很多很關切的 尤其是作為女性 不管是移民到了什麼地方 我想都是很關切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先請陳老師 謝謝大家 對我來講 講話對我來說是一個蠻挑戰的 因為我講話的速度非常快 經常我覺得人家會延時 我經常十分鐘我都講不了 五分鐘講完了 所以對我來講蠻挑戰的 今天我能不能看 我能不能講夠十分鐘 不好意思 我是剛剛胡老師介紹了 我是熟悉的朋友 也會知道 我是一個原來是做工程師出身的 一共理工科學歷的人 經常有人會問到我為什麼會寫作 那當然了 肯定就是我們到了異鄉 以後我接觸到不同的 我經常跟大家說 如果不去美國 我相信我不會寫作 雖然我對文學一直就很有興趣 從小就有很熱愛文學 很喜歡閱讀 小時候作文也喜歡寫 但是如果沒有到美國去 我不認為我會有一個機會 真正覺得有一種需要 或者在中國 大家都知道在過去三十年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後 他們講的商業大潮 整個天翻地覆的變化中 對比我在中國大陸的同學們的經歷 就是學理工科的人 不可能的 大家就在經濟大潮時代的 所謂的列車走得非常快 我們就沒有時間去做一種反省或者什麼 到了美國以後對我來講 突然就像剛剛張元也提到 我們進入了一種隧道 就是整個旁邊的都是很特別的文化 不同的衝擊 還有我們自己自身的各種的 我們要調適自己 就是文化衝擊的時候 它就會讓你靜下來 就是說會有很多感觸 從這個最開始我就有了寫作的那個想法 但是很好的地方 我非常appreciate美國提供給我的那個 就是像我們讀書完了以後工作 在美國這個國家大家知道的 只要你找到一份比較stable的工作 你的生活就比較settle了 就是它就為你的那個物質 我講了多少分鐘 就是對你的物質 就提供了我的寫作的可能性 這個時候我就到了矽谷 我畢業 我就到了你們台灣的講法是西谷 那我習慣講矽谷 我還是講矽谷 因為我不習慣講那個 就是到西谷去當工程師 那個時候我一進入 那時候我比較年輕嘛 剛剛畢業 到那裡我馬上就面臨著 當時是Internet 就是2000年時代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波浪潮開始來 就還沒有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 沒有到今天的這種Google 還沒有出現 遠遠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我到那裡 就剛開始那個時候是芯片業 我是做芯片設計的 芯片業是非常 那時候是像Intel這種公司 是最高潮 剛剛起來嘛 那時候第一波浪潮 開始有雅虎這些東西 剛剛出來 整個矽谷我剛剛畢業進去 大家每一天 我面臨我才知道 每一天林瑶也知道的 大家所有的人談的 你的同事你的朋友 所有的Party上每天跟你談的都是 哪個公司上司了 哪個公司誰又發了財 我每天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知道 那個時候是每天以68個 就是百萬富翁的那個速度 在矽谷再爆發 那個第一輪的當時 你爆發可能就有破滅嘛 那我在那個裡面 我作為一個年輕的 就是剛剛來美國 剛剛進入職場的一個女生 我想的 就不 我當然 我也想 我還不是覺得經濟 就拿很多很多錢 對我來講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就很confused 我說為什麼他每一天 吃飯也在談 Party也在談 每個人都誰誰發了 誰誰 我就開始很困惑 我就開始用 就是寫作 我當時就practice 我就寫了 就開始在インターネット上 開始我們當時寫 我的第一部 我只寫過兩部長篇小說 講起來不好意思 就說 但是很奇怪 兩部都是寫的矽谷 這不是我purpose理想的 一定要寫矽谷的 就是深浩 就是我第一部矽谷的故事 就是那個叫愛在無愛的矽谷 大家 這個題目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時候 給我出的這個題目比較平庸 就是他們說比較平庸 就是他們想走延期 當時覺得 因為他是寫個愛情故事 從愛情故事入手 我現在大概他要準備重版 就說已經20年 這本書差不多出了20年 說重版要我改 我們就現在在說 他們說要改一個更文藝 Anyway 當時就說愛在無愛的矽谷 這本書寫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個在矽谷的一個女生 很年輕 她就到矽谷發現 就是他們公司 我是寫個成功 當時已經成功 Financially 已經independent那個女生 他們公司已經上市了 賺了錢 她就不能理解 為什麼生活就是這樣了 她就想 有沒有想追求一種有靈性的生活 她就尋找 一直在矽谷就攝取 我走的就是這樣的路 那肯定是我當年 年輕時候新生的一種回應 就是說寫那個女生 後來她就碰到了一個 她就不喜歡 她一個比較富裕的男友 她就看到一個藝術家 破落的中國大陸去藝術家 她就喜歡上她 然後support了她 到了新墨西哥 New Mexico 去了 因為我在New Mexico 生活過 就是說 就到了那裡去支持 但是後來她發現 她追求的夢是不能實現的 就是說這個小說後來就是說 我就給了 為了讓一個事情容易 我年輕的時候我就覺得 就讓她出走 就說讓她出走 就說讓她出走 就說我當時就知道出走 我就寫完這個小說 我心裡面其實並沒有放下 我還是不是很開心 我就還在 但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我年輕嘛 還要繼續工作生活 我在矽谷就一直 但是我從那次開始 我就寫了一系列的中段篇小說 但是詮釋不是矽谷題材了 我在某種角度來說 不管我的心上 我的感情上 是跟矽谷是背離的 我就沒有寫矽谷 大概有十來年 二十年都沒有再寫矽谷了 但是我在這個時候 在這二十年中 在這二十年中 我經歷了矽谷的 從我那個時候就開始掉 不是Financial crisis 整個掉下去 整個我就經歷了它的破滅 我一直都在 但是我們後來 又到了2010年以後 喬布斯的那個來了 對吧 矽谷又開始翻身了 就是說那個新的移動互聯網 AI 什麼那些 你們能可以 所有的新東西又來了 矽谷又開始上來 我沒有經歷 這個時候呢 我還是沒有感覺的 我對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 都是在追求金錢 不是說金錢不好 他們整個人的那個mentality 就不是我喜歡的 就是說天天講的這個 我還想 我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 我就想 我不會再寫矽谷的 後來就在這個時候呢 我自己做事的公司 我們的CEO來了 他就是一個玩股票 他是Harvard MBA 畢業的一個 就是你知道 美國那個金融完全的 他把我們公司玩了一遍 我做那個公司 玩上市 玩下市 又賣 然後又republic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覺得 當然對我個人來講 讓我繼續寫作 就是給我financially會有支持 但是我心理上不happy的 就是我老在覺得 我們應該追求 所謂的有靈性的生活 後來這個時候 我就碰到了一位女生 我就不想 我不會再寫矽谷了 一個女士 不是女生 她是從美國到了海歸到上海 坐了好多年 她又回來 我們有一次就認識了 就去喝咖啡 她就開始跟我講 她已經回來陪孩子讀書 她已經down了 她的life 就是要回美國陪孩子讀書上學 但是她說 現在大家在鼓動她繼續創業 我說你已經不需要錢了 你為什麼要去創業 創業是很難的事情 後來她就跟我講了一句 她說她追求的是一種 要像煙花那樣的生活 她說人生 她說不是為了 就是她要有煙花 我就想這個女孩子很奇怪 她就開始跟我講她的夢想 後來我想 硅谷還是有這種人 後來我就 又把我的身子 我就說又轉回來 看這個硅谷重新打亮 我就發現新一代的硅谷人 現在開始 他們做移動互聯網 做別的 比如像Google這個公司 是有理想和追求的 所以我就開始寫了 我就開始覺得有感覺了 我就寫了第二部的長篇小說 叫做《無窮鏡》 就是前兩年發表的出版的 我在這裡面探討的 就不是我年輕時代探討的感情問題了 我現在探討的就是創業的女生 她怎麼樣要立下來 就是怎麼樣在艱難的時候 在硅谷追求她的夢想 然後碰到 而且我寫的 我要對那個硅谷現在新的科技 帶來給我們人類的那個 那個隱私的 新科技是很多問題的 對隱私的危害 對個人生活的那種侵犯 他們當中的各種角力 那種關係 我就對這開始有興趣了 我就寫了這部小說 我就說 所以major就是我主要的作品 就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要說第二故鄉 硅谷真的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我的寫作就是在那裡 將來會不會再寫硅谷 我還不知道 但是就是這兩部主要作品 就是這樣 我想我十分鐘可能抄了吧 謝謝大家 不夠吧 不夠啊 不知道 夠了吧 夠了嗎 我不知道 謝謝陳老師 今天台灣有一本書 翻譯的書叫Black Silicone 我想就是可能生活在西谷的 Black Silicone 就是翻譯的書 可能就是會有這個感受 尤其是對陳老師 不過我想寫作本來從觀察出發 不論你是從家庭生活職場 我也好 對不起 陳老師的工作 給他了一個新的一個感受 尤其他職場上所接觸的人 那我們最後一位發言的人 是李友成老師 李友成老師他來自於馬來西亞 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歐美研究所 特聘研究院 老師今年剛好退休 但是老師在離開馬來西亞到台灣之前 其實本身已經在寫作 也是寫詩 也是詩人 但是老師除了寫詩之外 其實他也是一個學者 他從事這個亞裔 然後這個在海外 在歐美的這個寫作 然後我想老師的另外一個身份是詩人 所以他是左手論文 右手寫詩 老師的著作最近也剛得了這個 教育部的學術的研究獎 所以我想這一場座談會 由老師作為這一個結束 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意義 我們來歡迎老師李老師 謝謝胡總編輯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剛才他最後一句話說 要我來做個總結 這是這個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實在是不肯當 剛剛聽了幾位結束的女作家 談自己的寫作經驗 還有在海外居住的那些經驗 怎麼影響他們的寫作之類 我想法很多 這個我略微整理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我可以發現到這幾位結束的女作家 其實都是在歐洲 都旅居在歐洲 這個吳林堯女士是住在美國 周芬拿女士是住在美國 邱燕明女士荷蘭 陳千女士是在美國 顏敏如女士是在瑞士 那只有我跟胡總編輯 我們兩個歸男士是從馬來西亞到台灣來住的 所以今天其實就沒有太多這個亞太的經驗在裡面 多半是歐洲的經驗 這也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說我們很多是移民到這個 尤其是近代移民到歐美的人士 先生女士們比較多 是可以看得出我們對歐美的社會文化 教育科學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貢獻 現在寫作 剛剛還是顏敏如女士吧 說我們堅持用中文寫作 這是你提的吧 是說用中文寫作 從某個角度來是回饋到自己的鄉土之類的 今天這個座談會的題目是很有意思的 比我想像中複雜 在第二故鄉寫作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是在做離散方面的研究 就是離開了自己的故土 到別的國家 所以嚴格講就是類似移民的寫作 就是像亞太地區的移民到美國寫作 就是亞裔美國文學 或者是一些亞裔的作家 移民到歐洲 特別是英國寫作的 現在很多 像我們去年拿到諾貝也講的 石黑一雄其實是一個日本裔 他五歲的時候 就隨著父母親到英國去 其實他從某個角度來 根本就是在英國長大的一個英國孩子 只是長得像日本人 長得是日本人的樣子 然後可以講簡單的日語 但是他沒有辦法閱讀 他跟一般的 這個英國孩子是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還有一批 比如說從南亞 巴基斯坦 印度國的斯里蘭卡 移民到英國的那個當代的作家 非常很多很傑出的 比如說我們所熟悉的 Saman Rushdie 這個非常傑出的一個作家 他其實是在印度出生 然後移民到 因為宗教的關係移民到巴基斯坦 十幾歲的時候到英國讀書 然後就留下來 然後寫作 現在又住在美國 所以這個移動的這種狀態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所以剛才聽了幾位 傑出的你作家的描述 敘述他們的經驗 我才覺得這個題目是很值得很好的 好好的去思考 那我們談第二故鄉寫作 就表示說我們還有第一故鄉 所以第一故鄉跟第二故鄉寫作 到底有什麼差距 那有些作家是在第一故鄉是沒有寫作的 像剛才陳謙女士 提到她是到美國以後 如果她一直留在中國大陸 在那個這個改革開放的整個氛圍 所以大家追求的東西不一樣的跟那個氛圍 她可能不寫作 到美國以後生活狀態改變了 然後受到文化的衝擊 她開始寫作 吳芬拿女士 周芬拿女士 對不起 比較不一樣 她開始的時候是一個 準備要成為一個學者的一個身份 研究丁玲跟中國的文學生產的關係 中共的文學生產的關係 她因差陽錯呢 最後是到美國以後 又從事電腦的工作 然後最後呢 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 又回到寫作去 所以每個人的經驗很不一樣 秋芬拿女士 我很早就知道她 以前我在歐 美國文化研究所在中央研究 她有時候去看我的老師 朱元教授 朱元教授有時候 我還見過她 所以這些年來 也知道她在荷蘭做了不少事情 非常有趣 每個人的經驗都不太一樣 所以比如說是在自己的故鄉沒有寫作的 到美國才寫作 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在很重要的一個作家就是哈金 我們胡總編輯出版了不少的書 她有一本書叫 在他鄉寫作 這個他鄉也差不多等於是第二故鄉 因為她在中國大陸是完全沒有寫作 然後她的經驗跟我們又不太一樣的 就是她後來用英文寫作 用英文寫作 很多就翻成中文 那我要談的一個議題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一個比較 如果是說大家沒有離開故鄉 沒有到第二故鄉 或者沒有這種離散的經驗的話 大家會不會寫作 或者寫作的話會怎麼寫 這個時空的距離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些 有了這些時間跟空間的距離 你的感性就不一樣了 剛剛我們聽到幾位女士報告裡面 就隱約可以感覺到 就是因為這個時空的距離 使得我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樣 我們的感性不一樣 感覺也不一樣 感性不一樣 對事情看法不一樣 關懷也不一樣的 像邱彥明女士她就提到她很關懷 在荷蘭的一些情況 特別她談到很多選舉的問題 做了一個很多對比 就因為這個距離才會有這些對比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很多書比如說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在場 就是那個韓秀女士有沒有在場的 韓秀女士啊 比如說她 比如說她 我讀過她大部分的書 比如說她的長日將近 她的多餘的人 她如果不是離開中國大陸 我幾乎可以確定她寫不出來 或者寫出來也不是這麼樣子寫 張玲女士寫《金山》寫《勞燕》 最近剛剛出版的 我還沒有真正的拜讀播 讀了徐文蔚教授的評論 所以這非常精彩的 如果她們沒有離開中國大陸 應該是寫不出來的 就好像哈金的很多小說 她的很多詩 她沒有離開中國大陸 大概寫不出來 這不是對錯或者什麼 而是因為有了距離 你的感性 你的觀察 你的關懷 就不太一樣了 哈金最近寫的幾本書 比如說在自由生活 折騰到底 還有哪一本你出版的 詩集 還有一些詩集 一定是到離開了中國大陸 然後到美國才有 有這麼樣一個距離 她才能夠寫得出來 我想這個時空距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早期的女作家 比如說 我比較熟悉的烏黎華女士 她如果沒有到 離開台灣到美國去讀書 她寫不出那個 右肩中理右肩中理 那麼經典 到今天我們還認為是 經過幾十年 我們還認為是 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東西 同樣的 同樣的 不是到國外去 而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如果沒有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 很多作家 可能寫不出 他們已經寫出來的東西 白鑫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例子 她沒有離開中國大陸 沒有在中國大陸那種 官方之家的那個經驗 她可能寫不出 台北人 至少寫出來 不是那樣子的 台北人 她如果沒有離聚到美國去 她寫不出 紐約課來 所以我覺得 這個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很值得登記的 這個經驗就是我們 能長期住在這裡的人 可能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 各位這個經驗是可以補充 就是如果我們談整個的 整個世界的華文文學的生產 我想各位的經驗是非常重要 非常珍貴 可以補充我們的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這個經驗有什麼特色呢 一個就是你會回頭去看過去 你的故鄉 你的故園 你成長的經驗 童年的少年的青年的經驗 你回頭 你通常回過頭去看的話 那個距離會讓你帶有一種反省 批判甚至批判 包括這個秀燕明女士剛才提到的 會有一種批判的經驗去看 哈金的小時候很多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特色 另一個特色就是 你要對未來有一些展望之類的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然後就是兩個文化之間的衝突 會激發你很多不同的思考 吳宗彦記在提醒我了 我應該講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我謝謝大家 我覺得今天聽了幾位女士的報告 受益無窮 對我的未來的閱讀 甚至我的寫作都有一些很好的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想真的是時間太少 意猶未盡 我想大家還有更多的話題其實可以聊 那其實我想剛剛周波娜女士提了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在他鄉以寫作來還鄉 無論你是用母語也好 用外語來寫作也好 其實都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就是還了一個自己的一個心願 但是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 尤其是遷移人生的觀察態度都不一樣 那因為我們現在時間有大概五分鐘 我們開放問問題 因為五點半這裡場地就是要結束 那希望各位的問題可以盡量簡短 也可以報上您的大名好嗎 那台下有哪一位讀者就是有問題 請報上您的大名好問題可以盡量簡短 有嗎 晚餐時間還沒到 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否允許我就請台上的六位老師 老師每個人用一分鐘的時間 就是為自己做一個小小的結論可以嗎 謝謝 一分鐘齁 那我們先請岩老師好了 一分鐘 我一共出了五本書 那前四本就是 出了第一本此時此刻我不在之外 其他三本跟台灣完全沒有關係 我上個月初的這一本是 跟華人世界有關係 跟台灣跟中國大陸沿海 那是三個女人的故事 是跳街的 是我的結構上的 小說結構上的一個 一個實驗 有的讀者說 他看的不會覺得混亂 有的覺得會混亂 所以這個是作者跟讀者之間的交流 我覺得非常地有趣 下一本小說或是我還會再寫什麼 目前我還不知道 謝謝 先言老師 先請吳老師 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 一種非常好的學習 讓我學到更人生的道理 我還是會用幽默一貫的那種態度 來看人生 來寫作 來對我自己 對別人都一樣的態度 那我們請陳老師 謝謝大家 聽我講那些 就是都是我個人 完全是我個人的體驗 我寫作 大家都說我寫的太少又慢 但對我個人來講 對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表達 所以慢一點 今天早上我還跟張元在說 我就說我慢慢寫也不要緊的 就是說就是為了自己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請李友晨老師 來 我沒有特別補充這是一個感觸 今天我在場看都是作家 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很少 我倒是希望有更多的研究生知道 各位的著作 各位的作品能夠在寫論文的時候 能夠把你們的作品 作為一個研究的律項 不管是硕士論文還是博士論文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是值得寫的 好 請大家繼續努力寫作 謝謝 那我們請周芬娜老師 對不起 我這回特意要參加這個年會 是因為感覺到 在台灣的華文文學研究裡面 常常把飲食文學邊緣化 我希望將來就像李友晨老師所說的 有更多的學者可以開始研究飲食文學 目前已經有一些研究我的作品的 希望 就是說他做飲食的研究有提到我的作品 希望將來更有專門研究我的作品的人 因為我已經出了二十幾本書 那有關飲食的著作至少有十本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邱老師 我想在這裡感謝一下 姚家維以及編書的姐妹們 因為這個題目真的是出得非常好 然後讓我們有這樣子的表達 而且正像李友晨老師所說的 大家可能就因為這樣子來注意到 我們華文姐妹們的寫作 我覺得非常的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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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作臺非常有意義 我們聚集了這麼多重要的 無論是台上台下的重要女作家 然後無論在台灣在哪裡寫作 我想姐妹同心其力端金對不對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為台上台下謝謝 那今天這個作談會到此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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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親愛的來賓 今天的作家論壇 與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雙年會 到此告一段落 明天的論壇 8點40開始報到 9點正式開始 歡迎各位明天繼續蒞臨 也感謝各位今日的參與 謝謝 謝謝